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个特别漂亮的山 特别美的风景 最棒的风雪 每年秋冬季节 我们有七个月左右被白雪覆盖 托瓦人几百年次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的毛皮滑雪 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滑雪方式 我叫苏克 这就是我的家乡 过去的河沐村有点与世隔绝 从小我就帮爸妈在山里放牧 小时候的时候 我爸他们就正常滑雪去打练 就感觉我爸他们特别厉害 心中就有了偶像的 然后回家的时候 就哭着让我爸做了一个 小小的 这是一种传统手艺 需要一棵红山树 从树心避开 抱皮 用热水把板头压弯 最后用马皮封底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河沐村里一直有自己的滑雪方式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马毛的质感软衣正好合适 而且长势有方向 上坡时 毛的方向是反的 能加大摩擦力 下坡时 毛是重的 非常重量 不过 不过 凡凡 托尔人的毛皮滑雪板 划开雪面的感觉 如同热刀切过黄油 凡凡 板头会把最表层的一些雪撞飞 就像盘头破浪掀起的浪花一样 手持单杆滑雪 速度非常快 快的就不能飞起来 河沐村 河沐是名副其实的逢雪世界 滑逢雪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脚下的雪像丝头一样 柔软送滑 整个人随着雪地的起伏 而上下飘浮 整个人就像进入一个 崇敬而且自由的世界 这才是国外人最自在的快乐时光 我在小学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是划那个古老毛皮滑雪板的 然后当时学校搞了一个活动 从城里来了一群老师 看我们滑雪 别看我的个子不高 当时我可是滑得最快的 后来我就会带到河沐村去去学习 第一次看到了现代滑雪板 我学会了跳跃 每一项进步动作只要一遍地统练 我都可以做到极致 你其实可以滑下去 直直对着那边 今天我已经是一名滑雪教练 每天与四面八方来的滑雪爱好者 相聚在学场 和沐我的家乡 一片崇敬自由的世界 从小在这个面中的滑雪城里 早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身体里 滑雪让我走出了大山 让我有机会接触外面广阔的天地 今天我想让更多的人 认识走进我的家乡 像我一样热爱这里的一切 谢谢